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星期三早上的天气报告 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 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 仍然会是一些典型的夏天天气 又有阳光亦有骤雨 在雷达影像我们看到 今早都有骤雨影响我们 大家今早出门的时候 记得戴上一把傘 如果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 其实华南地区云量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日间都会看到阳光 详细的天气预测会是这样的 我们预计今天将会在部分时间有阳光 亦有几阵的骤雨 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 今天天气都会很热 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会有32度 新界还会再高一两度 在这里提醒大家 预计天气警告仍然是继续生效 如果大家今天需要做一些户外活动 或者是工作的话 记得多喝点水 小心中暑 一旦有不舒服 便到一些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 除了热之外 亦都会几晒一下 最高止害线指数是会有11 强度属于极高 大家小心中暑之外 亦都要做足防晒措施 未来两三天 我们继续都会吹着一些西南风 换句话说天气情况没有大转变 未来的两三天 仍然会是一些阳光骤雨的天气 天气继续都会几热 最高的气温维持在32、33度左右 大家要留意了 好了 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